好,这个道路路面不平整 不仅给用路人带来不便 更对交通安全上司造成无潜在的威胁 花莲县议员魏嘉贤就在之前 接到了民众的存情 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前往花莲市六处地点 进行实地的勘察 并且也督促相关单位尽快进行维修工作 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以及便利 道路路面不平整 不仅给用路人带来不便 更对交通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花莲县议员魏嘉贤在日前纠结或民众反应 花莲市中有六处地点 道路路面存在明显凹凸不平 严重的还有坑洞和裂缝 因此县议员魏嘉贤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 前往实地勘察 那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道路路面 有它的一个各自的状况 那有的因为工作经费比较不足 那必须要仰赖上级机关 当然就换县政府来做相关的致印 那有地方可能是过去有一些管线 或者是智能智慧路路牌的一个开挖 所造成的相关道路上面的一个不平整 那我们一切都希望 县府单位还是主管机关的单位 都能够赶快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未来还有碰到一些污水下水道挖掘的一个部分 能够赶快来做相关的施作 让整个道路能够重新恢复整个平整 那未来有一些在做陈情的部分 我们不只是花莲市 全线的部分 我们会努力的去帮大家来做相关的争取 针对道路路面不平整的问题 县议员魏嘉贤表示 会督促相关单位尽快进行维修工作 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和便捷 而他也承诺将会持续关注道路问题 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导